每到了岁末年终之际 各校举办结业式的同时 四位高中都会办理 围炉感恩会 来照顾关爱 弱势清寒 以及私亲家庭的学子 但今年因为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特别将过去围炉的形式 改为颁发 吉祥平安餐盒 持续地鼓舞学子 努力地奋发向上 剩不到一个月 就要过农历年了 在各校陆续办理结业式的同时 二十后上午 四位高中依然秉持着传统 办理围炉感恩会活动 但今年因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特别将过去围炉的形式 改为颁发吉祥平安餐盒 希望能持续关怀 弱势清寒 及实情家庭的学子 而在这次的吉祥平安餐盒当中 菜色也暗藏了许多巧思 那今年因为我们因应 那个新冠肺炎的防疫的一种规定 我们调整了一个形式模式 把那个大家围炉共餐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改为 致送我们称呼的吉祥平安餐盒 那吉祥平安餐盒 是我们老校长的一份直辈的爱心 他是客家苗栗头分客家的人 那依照他们客家的习俗里面 会准备炸鸡腿 那个卤猪脚 还有卤蛋 特别是准备了两份的水果 一份是苹果 一份是橘子 那当然蕴含了一个丰富的祝福之意 那尤其是苹果跟橘子就代表平安吉祥 他希望也叮咛我们所有的学生 所有的爱徒 在这未来的球鞋的一个阶段里面 都能在品性 学业跟技能上能努力风花向上 不要为私心 单亲亲喊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要勇敢坚强 那未来踏出社会 不管是升学或是就业 都能被人家接受接纳 董事长黄英吉也指出 希望能透过学校办理的岁末围炉 关怀鼓励学生们都能勇敢地长大 好好学习 远离悲情焚伐向上 更要坚强勇敢端正品行地考取大学 取得证照 不要忘记社会有多少人曾经帮助过自己 成为社会的栋梁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记者 许立琴 华联士报导 中午集团 三民四拍子